七十九 一身黑西裝打上藍白領帶 再別上中華民國國旗凶爭 侯友宜感冒三天首度露面 由熟悉日本的高雄市議員 陳梅雅以及柯志恩等人 陪同訪日 也讓日本了解 中華民國 為了維持區域和平穩定 並守護台灣民主自由的決心 這是我這一次出訪最重要的目的 強調台日地緣關係 目標持續升華 兩國友宜 但就在自己出訪前 章華議長謝典玲 抛震撼旦退出國民黨 很不給面子 侯友宜沒回應 謝謝大家 州派影響日本行 侯友宜保持低調 而31號只有兩個公開行程 抵達後首站參訪東京 媽祖廟緊接著出席 日華議員肯談會國會歡迎茶會 地點在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 也預計拜訪日本前首相 麻生太郎和柯文哲的行程相似 這個茶會安排在他的眾議院裡面 對於侯友宜非常高規格 以及友善的一個待遇 柯文哲他也有見麻生太郎 那麼這代表就說 我想這次日本的政界 對於這次台灣的總統的大選 他們也非常的高度的重視 繼2007年前總統馬英九訪日後 國民黨再有總統參選人 造訪日本各界 侯友宜反台後傳出8月底在訪美 想強化自己具有國際視野的印象 但面對藍衣內訌台面化束手無策 出訪前一刻還遭自家人突襲 更是尷尬 參選王家鴻 蔡宇智 我們選鄭凱中